传定170年来 基隆中原季的多元包容精神 有一种不一样的方式 那就是味道 基隆在第七年A里 以爱草 树微草 秘鲁圣木等 超过16种天然植物的精华萃取成香气 制成空间情境喷雾和草本植物香囊 让人感受到静心安定的力量 中原季在我们基隆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活动 那今年又是第170周年 所以特别针对这个中原季在基隆 特别有这种很多元化的族群 像我们针对西洋的老大公啊 吃素的老大公这种多元的精神 然后我把这样子的文化 把它做在我们的气味里面 它是结合东方跟西方不同的祭典科宜的药草 比如说东方的爱草 然后西方的树微草跟秘鲁圣木 它其实总共有超过16种的 这样子的净化保平安的植物 放在这个香气里面 然后最后我用就是我们最熟悉祖谱坛 旁边的中正公园观音脚下的莲花 我用三种颜色的莲花做一个收尾 所以它闻起来是一个淡淡的药草气息 最后又一种很圆润的味道 然后闻起来是让人家觉得很疗愈 然后很身心放松 真的觉得很平安的一个味道 所以这个味道就叫做平安 让人感受到尽心安定的平安味道 带大家看见基隆中原记的多元包容特质 Elly也与期刊合作 为读者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这次的味道啊 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 Keylon Way的这个城市的刊物里面看到 就是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有香气的平安符 然后在翻阅这个杂志的时候 这个平安符就会在杂志里面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平安符从杂志上拿下来 然后放到可能你的书里面啊 或者是你的钱包里面继续保护你 让你有这个被淡淡的香气陪伴 以香味的陪伴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生命 也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民俗文化的方式 希望透过创新轻微让更多人了解 并亲身感受基隆的文化魅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